释迦摩尼说,欲望、愚痴、老怒、人生三毒,克服他们,常怀之族之心,幸福感自家而来。 今天的我们,喜欢无处不在的佛系,而日我们七十多年前,一位真正的佛系青年,红米法师李舒童,他出身富贵人家,曾是花花公子,成名唱戏,来扮女装,热爱人间烟火的少年, 得到钢峰,大家书知的宋别,又谁知道是谁写的吗?就是我们的红义法师,李舒童,长亭万,古道边,放草并连天,万丰浮柳一生残,夕阳山外山,天之阳,地之脚,之交半凌落,一壶啄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哈,长亭万,古道边,放草并连天,问准此去祭时来,来时莫徘徊, 他的一生有许多个名字,每个名字他都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,每一段人生都过得精彩至极,他是偏偏公子李文汤,他是留学名称DI,是寻寻教师李希,是一代佛学高森红衣法师,但是,他不是一个好丈夫,不是一个好父亲,他的妻子曾问过他,爱是什么? 他答,爱,是慈悲,风浪二十四年,他将慈悲观测到底,他的人生一半是极致的白俗,一半是极致的佛国,那因此事无常而躁动不安的心,终归于平静,在日本留学的期间,曾经有人问过他,并是想要做贝多芬还是报告? 他说他只做李舒童,这一生如何都好,他之间认真挂射到底,将自己活成一个真正的人,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,李舒童都活得认真无比,以至于极致完美,成就了我们眼中正无比长期的一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